看完征环传后一直有这么一个问号 太后为何出手赤夺妙婴娘子封号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作为太后位高权重 为何要跟一个位不足道的答应过不去呢 不惜亲自下场惩罚 在这中我们都知道 于答应彼时因为与皇帝以媒缘相遇的缘分 又会唱昆雀尔的加分像 拨得皇帝的宠爱 而太后一般不过问后宫是 就连征环在华斐店里跪倒小产 其实太后也没有说什么 但为何这里却主动赤夺于婴儿封号 就好像是一个婆婆 刻意为男性过门的媳妇一样 于婴儿因为种种原有 与华斐站在一起 华斐自然不会惩治她 皇帝应以媒缘的情分 不舍得对她下狠手 当然她到底也没做什么 不过是惩治了皇帝不慎在意的新常在 所以皇帝没有表示 皇帝没有 华斐也没有 皇后不骗有 底下人就更不敢有 可是峰回路转 第二天梅庄说 太后下了一旨 放心常在出圣行司家与抚慰 并使夺于答应妙姻娘子的封号 把她闭门撕过半月 就这样太后出城了 这样的事 高位者中只有太后能去做 为什么太后会主动去做这些事 因为皇后来求她了 于是依旧对简丘说 于答应这是得宠的时候 若本宫这是责罚她 难保皇上不开口求情 与其到时候在皇上情面 和皇后尊严之间做权衡 还不如太后出面 心服口服